第572章 黑龙笑天印 巨大的森白兽骸屹立在拍卖台上 蛮红般的气息一波波地扩散开来 仿佛令得周遭的空气都是有些凝固的迹象 这一幕让得不少人都是有些变色 仅仅只是一具兽骸而已 便是拥有着这等威士 真不知道此兽生前时又将会是何等的强悍无双 拍卖场中不少人的目光都是汇聚向台上 一片的窃窃私语 光从这种气势来看 即便很多人都不知道这兽骸究竟是什么妖兽 但也是能够猜测到它的不凡之处 天红神牛 一种远古异兽 此兽兽骸中尚还有远古血脉存在 乃是炼体之奇物 这具兽骸若是用来炼之兽魁的话 也将会是绝佳之物 宋太的目光也是带着一段惊艳的 从这庞大的兽骸之上转移开来 望向全场说道 拍卖价格四百万涅槃丹 此言已出全场顿时熄火 这种数量的涅槃丹 即便是对于一些高级王朝而言 都是不小的数目 如果眼前的是一部高等领悟学的话 或许他们还会咬牙一拼 但如果让他们用这种价格去买一具兽骸 即便这兽骸相当强悍 心头难免也会下不了狠心 四百万 价格不低啊 林冻的眉头同样是皱起 用这种价格买一具兽骸 就算是他都是感觉到有点昂贵 还好 并不算太离谱 这天风神牛肉体极强 等你将其中的远古精血抽去 我可以用其鼓作材料 强化你手中的那具灵魁 想来到时候 等其等级也是会有所提升 小雕笑道 听到可以借助这天风神牛的兽骸 强化雪灵魁 林冻心头这才稍稍平衡了一点 不管怎么样 至少也得将那四百万涅槃单的价值 拉回来一些吧 当然林冻也明白 就算真没办法拉回 光凭借着那受害之中的远古血脉 他此次就必须出手 召唤远古天佑之灵 原本是他手中极大的一张底牌 不过上次在远古密葬 为了对付田振等人的联手 却是逼得他 将手中的握着的远古血脉尽数用光 而没有了远古血脉的际线 远古天佑之灵 也是再无法召唤 说来这张底牌 已是废掉 如今百朝大战即将开启 那里才是天才云集 妖孽横生之处 在那种地方 就算是林冻 都不敢打包票说 他能够顺风顺水 所以如果眼下他能够再度得到 这天荒神牛的远古血脉 那对于林冻而言 无疑是一个绝大的助力 因此是断然没有犯过的道理 拍卖场中一片气节思雨 就算是那些前方的四大 超级王朝眉头 都是有点骤气 这天荒神牛给他们的感觉 同样是气之可惜 但又是感觉不值这般价格 宋太淡淡地望着下方的拍卖场 倒也并没有催促 他心中确实清楚 若是将这天荒神牛的兽孩 拿出去卖给那些专门 炼制浮毁的宗派 那别说四百万了 就算是再翻个倍 想来那些爱骨如命的家伙们 也会趋之若鹜 这东西在这里拍卖 显然是有点抱歉天物的意思 场中的寂静 持续了大约数分钟 最终有一个高级王朝 颤颤巍巍的出生 四百一十万 看那出生之人的面色 显然心中也是经过一阵的 挣扎之后 方才咬牙切齿地 做出这种选择 众人目光在那人身上扫了扫 那眼神如同看一个 超级的晕大头一般 看的那人都是有些悔意 这些灭盘丹 可是他全部的家当了 四百五十万 而就在众人以为 不会再有人出嫁的时候 一道淡淡的声音突兀的响起 当即无数道目光转移而去 最后汇聚在了林栋的身体上 当下一片恶然 这家伙又搞什么 林栋斜靠着椅背 对那无数道汇聚而来的目光 却是视为无误 双眼为锤 谁也不知道 他究竟是在想着什么 这家伙 难道又想 又风云王朝出手 一些人互相间 窃窃私语着 然后 那一道道目光 也是不予而同的 看下了最前方 风云王朝处的风仓 此刻的后者 面色显然 也是有点阴晴不定 如果不是吃了刚才的亏的话 他现在肯定会再度陪林栋玩玩 但所谓一招被蛇咬 三年怕警绳 他又担心再度被林栋摆一倒 毕竟四百多万的涅槃丹 可不是什么小数目 在风仓的身旁 那孟烈也是面色有点难看的 看了看风仓 片刻后终于是提升到 要不算了吧 等会儿才是我们的主菜 在这里消耗太多彩礼 对我们并不划算 等天机灵宝到手 我们让那个小子求生不得 风仓面色阴沉 伸吐了一口气 缓缓点头 拍卖场中 那众人望着闭嘴不言 没有丝毫其他举动的风仓 都是在心中嘘了一声 看来这家伙 果然是被林栋先前的手段 吓怕了 那刚才出价410万的人 见到林栋露头 不仅不怒 反而是有点窃喜 竟直接是一屁股坐了回去 想来刚才的出价 已是耗光了他的勇气 而要他拿出更多的涅槃丹 来跟林栋竞争 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在见到他坐下时 一直关注着他的林栋心中 也是松了一口气 如今他的手中 所现存的涅槃丹 也就是450万这个树木了 而且这还有着不少是小颜 从那白虎店中所得来的 虽说林栋手中 还有着一批昂贵的灵丹 可以毫不费力地换成 大批的涅槃丹 但那是他留着 做待会儿争夺天洁领宝的杀手锏的 必然不想此时就暴露 在林栋有点紧张地等待着 拍卖场中 窃窃私语持续着 但却是并没有任何一个人 再度加价 见状 那拍卖台上的宋太 方才微微摇头 忍不住地多看了林栋一眼 这个家伙眼光倒是狠毒了 每一次出手拍卖的东西 都是拥有着极大的隐姓价值 四百五十万 天红神牛 成交 宋太一眼拍板 林栋心中的重石 这才落下 站起山来 毫不犹豫地自绣中 掏出装着他全部资产的乾坤袋 甩下了拍卖台上 而在取出乾坤袋时 众人分明能够看见 林栋脸庞上的 一抹欣喜之意 当即都是一冷 看来这林栋 是真的看上了 这所谓的天红神牛兽孩了 并不是想要再度地 细耍风仓啊 那同样 一直关注着林栋的风仓 自然也是看见了 林栋这般神情 当即胸口 就是有些发堵 这个混蛋 竟然敢接二连三地 细耍于他 不远处的牧林等人 饶有兴致地望着这一幕 特别是在他们 见到了风仓那难看的面色时 心中都是不由得 闪过一抹快感 显然是难得见到这种事情 拍卖台上的宋太 接过乾坤袋 随意扫便是点了眼头 袖袍一挥 强大的天红神牛袖孩 便是飞绿而出 带起一大片阴影 对着林栋落去 寿孩体积颇为不小 而且似乎极端地沉重 尚还在半空中时 便是压迫了空气 令得无数人皮肤生疼 而就在那兽孩 即将狠狠落下时 林栋身旁的小颜 猛然站起 一只手臂探出 然后以一种 极为震合人眼球的姿态 一把抓住那庞大的兽孩 整个身体纹丝不动 犹如举天巨人 那等气势 看得不少人眼睛一跳 林栋笑眯眯地伸出手 将兽孩收入乾坤袋 然后冲着拍卖台上的宋太 拱了拱手 这才安然坐下 宋太望着小颜单手 接住兽孩的这一幕 眼中也是略过一抹诧异 玄机目光缓缓地 在林栋三人身上遭过 这三人并非是来自超级王朝 但那种气势魄力 却是丝毫不比 前面这些超级王朝弱多少 看来此次的远古战场 倒是出现了不少杰出的人物啊 天荒神牛兽孩 顺利地拍卖完毕 场中却是开始 有种诡异的骚动 漫天火热到 近乎滚烫的目光 泛着贪婪与期待 尽数地射向拍卖台上 最后凝聚到了 那唯一的一个 紫色光团之上 这才是此次万象城拍卖会的 真正压箱底之物 天接领宝 在那漫天加重的呼吸下 拍卖台上的宋太 向来淡然的脸庞上 也是浮现一抹笑容 那笑容同样是 有点热度 天接领宝 就算是在他看来 都是极为的不错的东西 各位 接下来 便是此次拍卖会 最后的拍卖品 想来你们都清楚 接下来的这件拍卖品 的的确确是一件 天接领宝 宋太的声音 彻底的证实了 那最后的压箱底之物 当即拍卖场上 骚动阵阵 那前方一直保持 安静的四大超级王朝 眼神也是在刹那间 火热起来 紫色光团 徐徐的落下 落在了宋太的手中 玄机紫光悄然的减弱 最后 在那无数道目光 眨也不眨的注视下 彻彻底底的 出现在了所有人的 注视之下 那是一方黑色的铁印 颜色深邃而古朴 在那铁印的四周 遍布着一道道神秘的纹路 铁印之顶 是一头蜿蜒盘踞的黑龙 龙头 仰天咆哮 震慑天与地 这便是我们最后的拍卖品 天街灵宝 黑龙 小天印 宋太那带着热度的声音 彻彻底底的 引爆了拍卖场 气氛突然 攀炙高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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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